美国商务部副部长率队亚历萨纳州新墨西哥州州长 密集拜会台湾府院高层 人工智慧车用双A趋势 也让国际大厂聚焦台湾 国际车用晶片大厂恩智普半导体 执行副总裁及技术长拉斯里格 疫情后会为三年来台 48小时旋风行程 前往台积电南科厂 见证旗下首款5奈米S32晶片量产 并拜会台湾经济部 为在台湾设立研发中心做预备 21号媒体记者会上 他更透露恩智普会密切关注 车用晶片客户对高速运算的需求 未来跟台积电的合作 绝不会只停留在5奈米 那么这一次在恩智普的高层来到台湾 那我想也是希望能够借此巩固 未来更进一步的台积电 在先进制程方面的一些产能 自驾车它未来的一个运算 那么其实是更为复杂 那么所以在一些高效能的运算上 其实更需要的是在先进制程 来为其打造 美欧重量级代表来台 尤其21号欧盟晶片法正式生效 2030年前拨款共111亿5000万欧元 约新台币3820亿投入先进制程开发 欧盟支委会更提出多项 补贴许可条件 外媒指出 德国预计提供台积电 至少50亿欧元补助 欧盟想要在半导体产业建立 他们自己的产业链 如果说德国未来希望台积电 再进行二厂的建设 而且是锁定5奈米3奈米的话 也许欧盟的晶片法在 补助上面来讲的话 就会有相对应的关系 欧盟宣示半导体在地制造 各国补贴金额最终都要欧盟点头 外界预测各国为了建构生态系 将加大力道招手台积电 台积电8月通过 与三家上下游伙伴博士 英飞林和恩赤普半导体 合资在德国德勒斯登 设立欧基电 借不扩大汽车半导体晶片 有史布局 新谈记事高杰伦审美彤 台湾台北报道